1980年出版的《二角人民币纸币》上 印着两个美丽的姑娘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这两个姑娘应该只是画家自己画上去的 并不是真实存在 但其实不然 这两个姑娘真的存在 并且就在我们的身边 这两个人中 左上角的那个姑娘叫黄祈平 是土家人 她1958年出生在湖南 1979年出生在湖南 1979年建国30周年之际 中央民族文化工 打算在全国开展工作展览 根据展览的需要 在全国各个少数民族中选择起说缘 当时的黄祈平被挑中了 那个时候她才21岁 长得很漂亮 又能说会道 1980年 正在黄祈平工作的时候 有几位摄影师过来了 说是要给管理形象不错的姑娘们拍照 黄祈平被选了进去 可她事后才知道 这是要给人民币正面图案上选角色 而且她正是被选中的那个人 后来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 人们去了解她时才发现 原来这个姑娘居然这么牛 黄祈平凭借自己的努力 居然一步步走到了湖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位置 可她身边的同事们都不知道 她其实就是当年那个人民币上的二角姑娘 当记者问起这件事情来的时候 黄祈平很真诚地表示 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 能有如此殊荣 已经很是感激了 但她也严格要求自己 不能用这件事情来谋取私利 可以看出黄祈平的品行 值得人们敬佩 一位97岁的石花老人 一辈子节省下1.8万元存款 却在一夜之间被投得干干净净 几乎绝望的老人选择了报警 然而在警方的调查当中 石花老人的惊人身份被揭晓 地方领导急忙前来慰问 并送来大量慰问品 这个老人究竟是谁 他的身份又是什么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按钮 回复老人即可观看